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這條影片就是講中一第六課 可以幫到大家做GLP第八 以及第九頁的題目 例如6.7 可以幫到大家做到6.2練習的12至17題 這個題目又是找Volume of the Prism 這個圖 都是那句 我們首先要計Volume of Prism 就要知道Base Area 成為Height 就要知道Base和Area Base和Height才行 又要找一個Base 都是那句 你找到面子 是要搭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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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立體出來的 其實這樣擺到面子就是這個屋形 這個屋形 但這個屋形不是由一個普通的圖形 所以我們計Volume of Prism 這個整個就是Base 即說 包含 Kate 或是哪些探達 聽你鑧 這樣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设个Base Area 乘高 很简单的高就是8 Base Area是这个三角形和这个长方形组成的 所以我们要计算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即是2分1乘2 底是6 高是4 再加上长方形的面积 即是3乘6 但是这个是怎么的 是要整个合成8 需要固住它 OK 需要固住它 可以吗 留意这一点 可以不用一起写 可以分开两个写也可以 书是分开两个写 但我建议一起写简单些 好了 约3 即是12加18 3乘8 加上就是30乘8 8 8 3 4 即是240cm 2次 不是 是3次 体积 我这样被扣分 可以吗 OK 这个就是Volume of the Prism 可以吗 简单的 帮大家做这些练习和这些题目 OK 今晚的Depair到这里 看那个索色 我们下个小西红 就很固住了